還要去旁邊一直伏殷挺身 然後就做不好要伏殷挺身的事情 就是會很難過 好可憐喔 我心不要哭喔 你還記得嗎 他小時候這一段苦日子 那個好像是他大概是 小學四年級 他三年級自己在幹嘛耶 對啊 你四年級的時候自己在幹嘛 而且如果他以後要這樣叫你們跳跳不好 我說你跳完... 你就要跳給你看看他跳不掉出來 你這太過分了 你這樣都還沒有長大 小明年你不要叫他鼻子嘴好不好 其實啊 我最常講蚊子的就是 長得又普通 就跟一般人一模一樣 那如果你沒有練這些很特殊的東西 那你將來拿什麼出來 跟人家做競爭 我最常跟他講講話 你真的太傷人了 你自己都會活到今天了 我自己都會活到今天了 是不是 就是因為我這樣子能活到今天 所以我希望 然後再另外一個更新鮮 那今天我們妹妹有錄剪影了 好不好 好... 不然到最後被這種攻擊 真的 好不好 先看第五名的請看 究竟目前光鮮亮亮的妹妹 莫合多少心酸 妹妹最真實的告白即將大公開囉 原來私底下妹妹都這樣想 我都已經幾歲了 又不是三歲的小孩 因為一家裝什麼可愛 都激死了 我要吐了 但我們是神童喔 那幾天就會跳舞是不是 你來跳啊 奇怪 令人吃驚的震撼蛋發言 即將接令吧 工作人員真的是很兇耶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吃了什麼炸藥 有一次好像對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對了五次 工作人員就說 你到底有沒有練啊 還有什麼之類 然後我就 因為練得很辛苦 我就快哭了 我就覺得很委屈 然後他們還說 你看性很差耶 草莓組 叫我們錄捷影 可是工作人員在旁邊瞪我們 就表演不好啊 表演不好又要被笑 然後又要被工作人員罵 就氣死我了 R1 身為製作單位代表 很喜歡罵妹妹嗎 其實就是我們在吹 我們知道其實就是要一直吹 是因為 因為一天下來錄下雨真的 很累 然後大家趕快解決 然後我們 就是現在有精神的時候 大家趕快把它錄掉是最好的 所以他剛剛有人發牢的時候 大字報啊 或者有些在錄捷影的時候 有人還在那邊瞪他是怎麼回事 我們沒有瞪啦 只是說 我們希望他講出來的效果 你就是像比如說做這一集 我們就覺得說 你們就大膽講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會怕 那你在旁邊瞪的話 誰敢大膽講 沒有 其實... 真的很矛盾這樣子 對啊 真的很矛盾 早上比較早起來啦 臉比較臭啦 你... 蔣蔣妳說什麼 就是上次啊 我們高空彈跳 然後那時候米奇在上面 準備要跳一下 他不敢跳 然後他已經很害怕了 然後我聽到那睫毛姐姐在下面說 在那邊等什麼啊 直接把他踹下來啦 然後就在那邊等什麼啊 直接把他踹下來啦 然後就在上面 然後... 對 要收工 要收工 什麼 要收工 然後叫那個... 要叫他跳掉要收工 他說叫那工作人員說 直接把他踹下來啦 這下就要上去殺人了 然後這樣講 對 然後那個姐妹姐會跟我講 姐妹在我旁邊說 你趕快叫黃米奇跳下來 要不要叫他死定了 他已經死定了 他會整個嚇唬 我會帶著黃米奇 趕快跳下來 你死定了 小豬 你會常常罵棒棒糖的嗎 我覺得工作人員會生氣 真的是因為 大家希望可以在 排的這個行程裡面 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完 那我們絕對不可能說 第一次就抓工 第一次我們一直錄影 第一次吧 沒有... 你看他剛好都是我已經 大概25次的時候 對 剛開始一直在錄影喔 可是你這樣講 絕對沒有人要理他 你最討厭弟弟怎麼樣 我最討厭弟弟就是 拖拉照鏡子 拖拉照鏡子 就是我們弟弟已經 自戀到一個相當瘋狂的境界 我們也是啊 我們的布景啊 他有一顆一顆的那個燈光啊 那那個燈泡 它是有一層銀色的漆 可是那是有點魚眼的效果 就是臉會變形 小兵每次進來 五四三二二的時候 還在那邊弄半天 我最討厭就是這種拖拉的事情 然後你會怎麼樣 不要照 大吼啊這樣子 好 第四名 趕快看一下 來 淘汰賽的時候 為什麼一次表演不好 就要淘汰 給我們的警告牌就好了啊 每次淘汰賽都一堆 是怎樣 根本就是綜藝節目啊 在那邊學家淘汰賽 啊你妹妹就知道我們不會跳舞啊 你每次一直練練練 又跳不好 整個很心酸耶 淘汰賽啊 就是分配到的妹妹 可能就是不合 然後硬要我們跟她一起搭 所以家裡有很 很蠻大的 現在淘汰賽壓力超大的 搞得跟年中比比一樣 每個妹妹都要花好多的時間 跟精神去用 然後整個排場啊 都要很盛大的感覺 不然感覺就會虛掉 淘汰賽實在想整妹妹 妹妹都已經有三次幼色了 就突然來一個學長 學姐妹的字 又讓我們想梗 把梗弄在她們身上 梗弄在她們身上 看不到 就是沒有我們期待中的效果 就會覺得自己的idea在痛失 淘汰賽壓力很大很大 把自己搞定之後 還要忙學妹的東西 只愛是一個頭兩個大 所以蚊子 妳現在頭很大嗎 對 我看出是妳是不是 蚊子 妳會覺得淘汰賽這種事情 很討厭嗎 討厭是還好啦 因為就是要一直找東西啊 可是就是 自己好不容易引進三次過 因為三次不一定 就三次就過了 中間還有好多次好多次沒有過的 然後把好多idea都搞到上去的時候 然後結果突然間又來一個 還要幫學妹 然後學妹又不積極的時候 就自己就會很擔心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上次妳跟哪一個學妹 對啦 就我們可能是比較遠 然後分析到很遠的話 就是她要上來 也要看她的時間 然後我要下去也要看我的時間 可是淘汰賽是 黑色味力點的傳統模式 因為有淘汰制 所以你們皮繃很緊 所以你們每次那個的心血 這樣呈現出來以後 其實你們自己都很感動 然後觀眾也很感動 這是個好看的東西啊 對啊 陳老師 你淘汰賽這個來講的話 因為你個人壓力也很大 其實他們覺得淘汰賽對他們來講壓力很大 可是 我倒不這麼認為 據我所了解 每一次她發通告 大概都會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給你 你自己要把它搞到前三天才來練 那當然你覺得壓力可能會覺得很大 可是如果你提早練 我覺得 對我個人來講 我倒覺得不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是說嘛 現在學妹還好 就是一個月一次 我們以前是兩個禮拜一次 真的超可怕 你知道那時候我瘦大概瘦了四公斤吧 這麼好嗎 就是整個就是 這麼好嗎 這還不錯耶其實 還不錯 這什麼另類的一個角度 可以瘦耶 對啊 那時候就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又要去找老師 對啊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是舊妹但新妹 其實我和泳兔都有點不平衡 為什麼 因為會覺得說如果這支舞給我們跳 應該會跳得更好 因為會變成是 因為我們以前是自己想一些東西去表演 那等於說你讓我們帶學妹 可是有些學妹他們就會把整個依賴性 都托給我們 就等於說又是我們自己的淘汰賽 然後學妹又不爭氣 而且我覺得 他們又會覺得都靠我們 什麼音樂老師什麼 或是用什麼服裝 都是我們在想 然後他們都說好隨便... 就會覺得他們隨便什麼 這是他們淘汰賽耶 妳要不要坐到那邊去啊 妳知道嗎 怎麼會很生氣啊 妳很生氣啊 妳們自己學習長大 不能都是都我們去帶啊 瑤瑤... 妳也是這樣認為嗎 沒有 我就覺得就是 我們開開心心的 我跟妳講